大家好,我是小雨,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,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缤纷娱乐现在开秀。 11月19号官方宣布狼天下开播了,网友们都感觉到了这部电视剧开播的挺突然, 所以网友就对其展开了自己的猜测,为什么网友感到这部电视剧的播出如此突然呢? 其实就是人们感觉到了这部电视剧播出非常的低调,好像是完成了任务一样的播出。 官方只是简单的宣传,说狼天下肖战狼天下开播了。 锁定19号,今日免费更新两集会员可以看更多,与你不见不散,并且直简单的爱特雷西主演。 按说参演这部电视剧的演员都是一些当红明星,应该是受到官方大力的宣传的, 但是狼天下仍然是登上了这个微博热搜,出乎意料的是网友们并不太关注他的剧情, 而是觉得他播出的太突然了,这个时候人们不禁会想起肖战来, 可能觉得这件事跟肖战有很大关系吧。 2020年本来肖战应该是越来越好,甚至是巅峰时期, 电视肖战在二期事件发生之后呢,这个少年却被网友们从头到尾给黑了一遍, 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,用各种的各样的谣言去黑肖战, 企图整垮从前这个非常受欢迎的阳光男孩。 肖战被黑以后,舆论哗然,舆论圈是个非常讲究利益的地方, 所以许许多多的商品账族商和电影等影视作品的公司, 发放断开和肖战的合作,因此呢可以看出来舆论对一个人的影响之大。 当时肖战主演的《狼天下》早已经拍摄出来了, 实际上呢打算是在2020年上半年播出, 因为当时啊,大多数网友都是居家隔离, 这时候播出一定会提高电视剧的收视率嘛, 该剧讲述的是奎州城郡主摘星, 与生长于狼群中的少年狼仔朱友文相识, 错别八年之后相遇,两个人为爱栗战天命的故事, 是一部奇幻武侠电视剧,很受人们的期待, 拍摄组呢也肯定是下了不少的辛苦的, 电视剧中的男二肖战当时拍摄的时候呢也是没有负面舆论的, 所以在当时肖战是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, 如果播出电视剧的话可能就会前功尽弃了, 过一段时间之后呢网友对肖战的舆论呢也并不是那么的明显了, 所以就低调播出了, 一直都在避开舆论的风口浪尖, 其实呢是个非常正确的做法, 因为这样对所有的演员都很好, 很显然这样的做法非常不错, 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, 将舆论降到了最低, 很多人也纷纷鼓励肖战说, 希望肖战能够慢慢的走出来, 肖战在剧中饰演到的是极冲, 有网友说呀敬佩你的一波云天, 因为知晓你有自己所坚守的正义和信仰, 心头你的身形不悔, 因为懂得你有自己所坚守的坚持和无私, 爱慕你的自存高远, 因为明白你有所自己坚守的理想和志向, 大多数网友们都希望肖战能够越来越好, 也期待狼帝下的精彩内容。 书高不停,娱乐不断, 感谢大家关注兵分娱乐秀,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,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,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,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,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 拜拜。